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地方整部交流模式 那这个点怎么讲呢 为什么要设立一个地方整部交流模式呢 现在有这么几个概念 好多这个市场很偏远 但是市场的话销售量很大 整部如果去控制的话 仅仅靠遥控绝对不行 那怎么办呢 就派出野战军到一线去 到一线去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它实际上有两大目的 第一目的是 看住我们的什么 经销商 不要让他们改变了 只要经销商不变化 无论是感情还是行为 只要没有大的变化 大的震荡 一般来说它是稳定的 第一个就是看住我们的经销商 第二个是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时刻保持战斗的准备 因为我们市场是时刻充满竞争的 竞争才是无处不在的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走到市场上去 要保持战斗力 而且整部离这个地方又这么远 怎么办 派员 派出野战军 在地方设立一个什么 整部 那地方设立整部并不意味着 我一定要开一个分公司 或设立一个办事处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办事这个地方整部设在哪里 是在地方最核心的一个经销代理商 它那里去 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建立成本 第二个就是 让我们整部的这种职能 市场运行的职能和我们的代理商 更加贴近和融合 更加贴近和融合 第三个就是 干脆 我派出这一部分人 就直接服务你了 就直接给你提供服务了 不仅帮他可以开拓市场 也可以什么 帮他处理一些日常的工作 这不更好吗 一举几得 所以说 地方整部交流模式 是现在企业 最现在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哪几个企业做的比较好呢 其中有这么一个企业 像科能电器 科能电器在武汉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以前传统中国武汉 是四大火炉子 火炉子 气候非常炎热 越是炎热的地方 它的空调越好卖 夏天的空调销量特别大 当然了 空调销量特别大 这种市场 空调加工厂 它的产品竞争 在这个地方越是白热化 那怎么办呢 干脆 科能电器在这个地方就设了一个点 设了一个点 设了一个点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这么有几个概念 第一就是配合地方的 一级经销商 或者说是要主力点 配合他们做什么 做促销 做营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目的干什么呢 他派出这一部分人 每天就在看什么 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干什么 只要竞争对手一动 然后他这个信息立马回收 然后的话就是地方 如果是小的动作 地方立马开一个会 研究一下怎么应对就行了 如果是大动作 好了 立马会汇报 汇报整部 整部的话就开紧急会议了 说了这个 比如说科能电器在这地方 碰到麻烦了 竞争对手 比如说哈尔莱品牌 已经替他发起进攻 赶快我们要采取应对措施 是规避 或者应对 把损失降到最低 或者说把我们的竞争效果 提到最高 很有可能就是 他们的大部分的 已经在作战的这种方法 都是在一个点上 就是在竞争对手 即将发出进攻之前 他们已经什么了 已经开始在市场 有动作了 走在竞争对手前面 我说了 规避竞争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 要想不被子弹击中 你比他跑得更快 现在也是这样 在市场上也是 如果你的路走得 比这个竞争对手要快 在市场上 根本就不存在竞争力 速度优先 所以科能电器 把这个电影 设在一个武汉 结果的话 在04年 整个武汉市的市场 有效额 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可见一个点 只要在这个地方 时刻保持 这种通路经销商 交流的这种模式 这个地方的战斗力 它的市场营销能力 绝对是空前提升的 当然我们委派过去的 这一个人 这一个团队 必须有一个核心 而这个核心点 必须具备两种素质 第一个素质就是什么 合作营销 它等营销 等产业 这个产业非常清晰 产业市场非常明满 第二点 等策划 等创意 现在只有通过创意和策划 成了什么 有效的什么 对抗市场 拿刺激 往里面甩 靠媒体往前推 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 而且老百姓看都不看 信息量 我刚才说了 降低了一万分之一 没效果 所以这里面就是 科伦电器的成功 说明一个点 地方整部交流模式 在目前市场上 已经形成了一种超流 我们再看看 有这么几个概念 海尔的话提出一个思想 所有的思想就是 它的每个地方的服务店 担任几个任务 第一任务就是 看清看准地方的客业店 它的销售额 是不是在变化 一旦发生变化 汇报 这第一 第二个就是 每天收集信息 看看金融对手 在干什么 干什么 这第二 第三就是 看清楚市场上 我们的通路商 经销商有没有变动 如果采取一个新的政策了 比如说它降价了 而且是没有经过我们允许的 立马就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是不是 经销商开始翻水了 是不是要退货 是不是要抛售 是不是要窜货 是不是要倒货 立马思想就窜了 所以我就说 我们地方整部交流模式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的 这个通路经销商 让他时刻感受到 我们的整部的影响力 无处不在 整部和他一样 并肩作战 只有和 能和这下面的 军队 并年作战的这种将领 才是最好的将领 才是最好的将领 我说这一点 我们也是用这个思想 地方整部交流模式 就是核心思想 就是让整部 一直发挥影响力 让渠道商感觉你 时刻存在 保持强大战斗力 这是第二个理 第三点就是 让渠道商 成为我们的追随者 好多老板 我刚才说了 既然你的企业 老板他是一个 形象代言人 或者说企业营销整经理 他是一个 你的营销形象代言人 那这个里面的话 你就考虑到 你能不能把自己 打到成这么一种人 让你成为 你的经销商的 一个追随者 比如说 崇拜我们就不谈了 他对你非常认同 第二个 他对你发生依靠 他一旦对你这个人 发生了依靠 好了 你的企业里面 所有的决策 只要是以你个人的名义 出去了 他基本上都会尊成 他和你整部的这种步调 绝对是一致的 而且是腾干共苦 共患难 所以说我就说 能不能让你打到成 把自己打到成 就是我们市场 通路上的一个追随者 你的人格 你的个性 你的能力 你的形象 这里面你能不能成为 你的代言 就是成为企业代言 看看 老板金 为什么史玉柱 可以登山再起 有人说史玉柱的 他那个方法比较好 实际上 史玉柱这里面 他有一个特点 史玉柱 是他市场 通路上的一个 什么 追随者这么一个接触代表 他是他们的追随者 为什么 他是他们的追随者 由于史玉柱 这种子子不见 追随精神 一直的话 支撑他史玉柱的发展 到后来的话 他登山再起了 创造了第二次财富 结果的话 整个通路上 这是他 为什么 认为跟着史玉柱干 我就可以赚到大钱 所以现在我们说 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的经销商 有没有这种感觉 跟着你这个企业干 我就可以赚到大钱 很多企业做不到 为什么 你出来政策一看 什么时候 卖多少钱一条 多少钱一件 怎么去管理他们 怎么控制 怎么处罚 但是所有的思想 都应该转过来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说我要称 让我们的经销商 称为我们的追随者 我们要把握他的欲望 第一个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对你人的认同 第二个话就是什么 想赚钱的这种需求 那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清晰告诉我们的经销商 怎样去赚钱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一套市场营销赚钱的方法 立马要清晰提前 所以经销商 第一件事 如果你能把这个事做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 立马可以取得经销商的认同 取得经销商 让他对你发生依靠 所以我就说 让区道商成为追随者 永远是什么 做营销人的 就是明治选择 你看 这一篇下面这么说的 企业所有者是 企业真正的代言人 如果拥有一批追随者 将随时拥有他们的资源 我说你拥有 让他们做过你的追随者 并不是说 我拥有这部分人去追捧我 不是的 我要是什么 时刻可以占有他们的资源 只要我的新产品上市了 我又向政策要执行了 他们的资源立马就可以拿过来 让我去整合 拿过来就已经整合 而且他们是愿意的 愿意的 形成合理 第一个 第二就是这样的团队战斗力 是随机的 随机的 因为企业所有的行为都是随机的 好多企业对通路的管理 采取这种常规的管理方法 定式的 定量的 定性的 但是好多缺道的管理 市场一直在变化 好多缺道的管理 就没有什么 不定性的 就是在非常规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出来 只要让你的经销商成为你的追随者 让你成为经销商的追随者 这里面就是什么 这样的团队战斗力 是随机的 只要你在任何时候 发出一个使命和指令 它立马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 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对抗力 所以说这样的团队 才是真正的什么 竞争团队 才是真正的话 可以开拓市场的团队 速度会更宽 一动 全部都动 它会把所有的网络资源 导入你的体系里面去 所以追随者 拥有追随者 就拥有追随者 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资源 那个渠道也就更稳定了 如果照这一点的话 渠道肯定是躲不走的 当然我就说了 食欲重担一般来说 它是一个人 就是稳定一个市场 它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一个人的话 就拥有一批追随者 好多人就是 追随他稳定的市场 但是我跟你说 好多企业 应该把企业 同样要打造成 达造成渠道肠的追随者 我刚才说了 你采用这些方法 试合固建你的企业的 营销引力 让经销商感觉到 对你发生依靠 同样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所以我就说 让渠道肠成为企业的追随者 是我们市场营销负责人的 第一顶目 我们刚才讲第二个点 就是渠道稳定现象 渠道有稳定 做到这么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把握他们的资源 即便是你的追随者 也是要把握他们的资源 第二个就是建立市场引力体系 让你的通路商 感觉到你无处不在 第三个就是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保持强大的战斗力 机构商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拯救速度 我们看看第三个点 公司智能聚焦现象 我刚才说渠道稳定了 渠道互动了 下面的话就是渠道要干税了 你一样有了资源 又跟他们可以互动 可以保持一致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那就是什么 又开始开拓市场了 开拓市场的话 是公司的智能 也是经销商的智能 但是就是 经销商怎么样 他能把公司的智能 演绎到极致 而且不打折扣呢 这里面我就说了一个点 经销商要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聚焦公司的智能 你看 公司智能的聚焦现象 也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大要素 就是渠道稳定性 渠道的非常规 通路的第三个大要素 让你的经销商 聚焦你的公司智能 你看 让你的渠道商和你的员工 能够快速复制公司的智能 他们要快速复制公司的智能 你不要依靠他 自己去创造智能 经销商永远没有这个实力 如果他有这个实力的话 他比你大 他肯定的话资源比你好 他作为你的通路经销商的话 他可能会控制你 不是不存在 存在但是不绝对 就是 我能快速你的智能 而不是去做什么信息宣传员 或者是搬运工 好多的这个通路商 这搬运工 你说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一点点的市场开通能力都没有 不具备任何智能 他只具备的话 其中一点智能 什么智能呢 就是你的搬运工 这种搬运工 这是最原始低级的一种 市场游戏规则 你看 我们要时钟清洗 让公司去直接影响市场 比委托你的中间者 委托你的代表人 去影响市场 更有商场力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让公司直接去影响市场 好多人 我去依靠 借助这个 陈鲁昌的这个资源 然后去影响市场 但是这里面 他会提起几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 你给他的什么 价格是最低的 第二的话 你给他管理权是最多的 第三个的话 你给他的这个条件 是最优惠的 如果这三个点定下来以后 角色定位立马变化了 你是他的打工者 他现在不是你打工者 如果说你能教会你的 你的经销商 能聚焦你公司的智能 他永远都有可能 在你的公司的智能下 智能的控制下 去完成任何工作 但是好多的企业做不到 你看 如何让他们 成为我们的这个 公司的形象代表 或者让我们的经销商 成为我们的形象代表 让他去管理公司的智能 有这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 让业务员 做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你看我刚才说的 就是没完没了瓜子 没完没了瓜子的话 他的瓜子 推向市场的时候 一般的话 大理经销商不愿意跟他合作 第二个 高档城市进不去 一般像炒货 安徽的炒货 在安徽竞争非常激烈 何况你看上海 北京的话 这样的大市场 根本进不去 那怎么办呢 干脆的话 我就开始做二线市场 我不做一线市场 我做不到 然后我做二线市场 优质高价 低价 采取这种方法 然后选一批业务员 但是对业务员选择上 就采取这种方法 让他完全具备公司的智能 第一个 业务员学会开拓市场 第二个就是学会创意和策划 第三个就干什么 第三个就干什么 就有效的管理市场 结果说 我们把业务员打造成什么 打造成了公司的形象代价人 结合中国企业实际需要 精选跨国公司管理精华 现场交流管理经验 全面传授管理技能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学习平台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起飞基地 时代光华 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课堂 有这么几个面 第一个就是形象一定要好 我们选择这些形象代价人 无论是男性和女性 第一个首先你的身材 你的形象一定要好 如果形象不好的话 做不了代价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礼仪 礼仪要好 就是这批人出去的话 以什么样的形象出去 你的礼仪形象要好 比如你的语言 你的开场杯 你的行为语言 自体语言 怎么会表现你的感情 第二 第三个就是什么 言行要医治 在任何地方说的话 说的话 对产品介绍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他对经常上的许诺 包括他那个承诺 他的这个政策 绝对是一样的 这是统一的 第四个是举止 在这个地方 他的举止里面的话 有几个特性 你看美娃卖的瓜子 他说了 他说了就是 他们做什么 做幽默产品 就是他那个瓜子 边吃边笑 所有的餐品 那个瓜子 一般吃起来的话 你只是什么 只是一种口味上的享受 他没有精神 我刚才说了 他用精神去通定市场吗 那美娃卖的瓜子的话 他这里面 他就有一个 他就有一个 非常核心的一个点 什么核心点呢 他有精神 边吃边笑 他里面有用 有效法在里面 他的封面包装 效法的前面一部分 就在包装页面上 里面的话 还有另外一部分 你要想看到这个效法 全部 必须打开这个包装袋 打开包装袋 那行了 消费开始了 消费开始了 所以我就说 他这里面的话 所有的举止 要会谈笑 要会逗笑 要会逗笑 要会谈笑 要会创笑 要会创造笑话 结果的话 他这举止人一出去 就知道 哎呀 这是没完没了人 来了 看上去就很滑稽 但是同时的话 形象就非常好 第四个需要管理 需要管理 需要管理 就是这些人的话 出去以后 出去以后的话 一定要回管理市场 对这个市场的 市场的客户的资源 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 所以这些人出去以后 他就成为了什么 业务员出去以后 就成为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他就具备了公司的 完全的智能 所以说 这些人 他后来完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整个安徽省的 18个县级是 基本上60%以上的 瓜子的代理商销售商 被他们拿下来了 全部拿下来了 所以这个团队 它是一种高速度的 高速度的 高作战能力的团队 他们就具备了一个点 具有公司的智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让你的渠道商 要么做公司经理 要么做公司员工 要么做工程员工 你看 这个公司的智能区聚焦 我就说 刚才说的 不能让他们做员工 实际上 这个话 我没反过来说了 但是现在又提出 为什么要让他们做员工呢 所以这里面有这么几个点 你可以帮他们做员工 让他们做什么 做经理 那怎么才做经理呢 你比如说天一罗布麻 天一罗布麻 这种产品的话 在市场上销售 它是卖什么 保健服装呢 卖不掉 卖掉怎么办 后来整部的就说 为什么卖不掉呢 那些封疆大猎 自成一体 产品价格卖得高吧 没人买 卖得低吧 怎么不愿意 那怎么办呢 结果想了一个办法 让所有地方群体 天一罗布麻的这种 公司的负责人参政 到公司北京整部来 干什么呢 参与公司的整部的管理 让他们知道 整部现在承担多少风险 有多少成本 需要做哪些事情 有哪些支出 然后你这个产品怎么卖 才能保持公司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至少公司在市场基本当中的话 能保持一个平衡运动状态 结果这些人一参政以后 发现很多问题出来了 最后才知道 公司用心良苦 回去以后的话 就按公司的要求 完完全全来 衣制认同这种方法 就是布料衣制这种方法 然后退让市场 结果的话就是 让你的经销商 让你的代理商 特别是核心代理商 他的负责人 成为你的公司经理 成为你的公司经理 然后直接到总部去参政 结果的话 这样做呢 结果的话是个什么概念呢 他对你的公司非常了解 他对你认同 他和公司成为一条战线 好多的经销商 他不能参政的 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的经销商 仅仅是你的员工 他永远不可能 给你公司融合成一体 它是两个战线 如果你要建立同一战线 你必须让你的经销商 了解你的企业 但是好多企业 对经销商这一块 他的信息是全部封闭的 没有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你要至少要留处一部分 你的公司一直在发展 而且在公司 对他来说 是没有秘密的 是没有秘密 是公开的 你信任他 所以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的经销商的话 才能跟随你 一起去战斗 否则的话就会替你而去 你看 这第一个做工资经理 第二个怎么让公司做员工呢 如果说你认为地方 你认为地方的话 这些人 这些经销商的能力不行 你可能改造不过来 怎么办 我建一个网络体系 你看康师傅 康师傅方面面的话 全国全部是什么 大部分大区域的话 全部是什么 说班师傅和分公司 让这些班师傅和分公司 干什么 负责干什么呢 你去开拓市场 你去管理市场 你去运作市场 但是这些 你的经销商干什么呢 只做你的搬运工 搬运工在那边 只做哪些事 第一个就是 你付出资源 然后我把资源 再返回给你 用你的资源 第二的话就是 定期给他反馈 就是你在这个 在这个调配上这一块 在这个市场调配这一块 让他们去完成 就是你只是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产品 运到这个店里去 把这个产品 由一批运到二批 然后结果的话 我把这个东西返回给你 你有多少钱 需要多少费用 然后这种方式的话 就发现一个 康师傅的通路 无坚不摧 为什么无坚不摧呢 为什么花囊面 进北京的时候 打不过这个康师傅呢 就是因为这个康师傅 他这种公司运作的智能 已经把公司的智能 已经负责到全国各地了 只要我里面进 发现 哎呀 这公司立马可以动起来 他就代表公司 他跟公司的意见是一样的 他在动 公司也在动 公司动 他也在动 所以花囊面 到北京市场 打北京市场的时候 他忘记了 他面对不是 仅仅是北京市场 他面对是整个 一个强大的康师傅 这么一个网络体系 他面对是一个敌人 他实际上支部委派了一个什么 支部委派了一个 北京市场的一个大理 大理公司 这个代理公司 如果一个代理公司 对抗一个康师傅的话 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恰恰这也是康师傅 让他们的这个 学道上做员工的 这么一个优势所在 他成功了 所以现在就是花囊面 在北京市场 第一轮进攻 惨败而退 惨败而退 所以我就说 让公司聚焦智能 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 先把自己的业务员调校好 让他们做公司的 行商代言人 如果做不到 千万这样的服务员 这个什么业务员 来来快去的也快 那除非的话 你找一些什么 比较稳定的这个 资源比较多的 这些市场营销人员 但是这些营销人员 我相信 来了以后第一件事 是要求做经理的 不是业务人员 所以对业务人员 就要把它培养成 公司行商代言人 做到这一点 这个业务员 根本就不可能 创造很大利润 第一 第二个 让你的学校商参政 参政并不是完全参政 参与决策 参与管理 跟参与决策是两码事 所以说 你能让你的公司 让你的学校商的代言人 参与你公司的内部管理 我相信 他们对你的公司的感触 绝对立马改变了 这才是真正正正的 建立了 建立了统一战线 否则的话 智能上绝对废话 当然你这个事 你也可以不做 怎么做呢 采取第三种方法 抗师的话 你不要依靠别人 干脆靠别人 不是靠自己 我全国配套网络 我自己的话 这套市场运作体系 我已经完成了 你只不过负责 落实我的工作就行了 我告诉你该怎么做 把这个班到那地方去 把这个工作完成了 你做简单的 我做复杂的 这是这个智能上的分割 企业的话 首先第一件事 你跟你员工合作 跟你的经销商合作的时候 你首先想到第一点 你一定要完成什么 你告诉你的经销商 你一定要完成什么 复杂的工作 否则的话 所有的经销商 不愿意跟你合作 你完成不了复杂的工作 你根本就没有市场营销能力 所以现在企业看什么 企业看营销能力 市场也在看营销能力 你的经销商也在看营销能力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公司只要 智能现象 这个智能现象 只要聚焦在一个点上 立马就可以实现突破 这也是一种 非常规定的通路模式 我们再看看第四个 标榜效应 标榜效应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你的经销商里面 一定选择什么 选择你的通路上的行商代言人 记住这么一个点 做任何事情 都要选行商代言人 选行商代言人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们出来帮你说话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让这一部分人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要为你服务 消费你的产品 那现在我们要说你什么样的 就是通路上的行商代言人 你看 你看我们在里面 有这么几个概念 古井葡萄酒商 古井葡萄酒在安徽销量 非常大 在上海不行 为什么上海国际上的葡萄酒很多 所以在安徽 它这个市场死把不放 我就把安徽这个市场 做透 做深 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 建立阵地 建立标榜效应 他告诉北京上海的 这些葡萄酒代理上 都去到安徽感受一下 但是一到安徽 它上了当了 为什么 看到了 所有的货家里面 60%的货家里面 都会有它的产品 听到的都会有很多人在说 哎呀这个葡萄酒不错 听到的看 在餐桌上感受到的很多人 在消费这个东西 哎呦这个葡萄酒肯定是不错的 这么大的销量 我为什么不做 好了你一做 恰恰中了他这个套 他这个套什么套呢 就是标榜效应 就是阵地效应 他也是选了一个形象代言人 让形象代言人跟你对话 第一 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进北京进不来 为什么 燕京的话就是在北京的话 做得很透 我就要对抗你这个 对抗你青岛 他们之间的话经常发生什么 口水战 在吵架 那个燕京就说了 我们是最好的 那个青岛就说了 我们是最好的 结果的话 两个人好到后来 好到什么程度呢 个案其实 你在你的青岛 我还在我的北京 所以燕银进青岛 给青岛进北京 一样难 为什么一样难呢 他们都有阵地 在这个阵地里面 他把这个阵地做深做透 目的是什么 把这个阵地的话 就是这些资源 独占这些资源进行垄断 垄断的目的 就是把握这些资源 始终为自己长期占预 为什么青岛 做不过那个 青岛啤酒工法进不了北京 北京也进不了青岛 就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阵地效应 再看看 你看那个 我哥说那个 怪卫楼 怪卫楼的话 我刚才说 它是一个 喊了一个概念 叫什么 见怪不怪 怪卫楼的话 有一个什么 整店在南京 南京那个店 有个特点 我去了以后 它店上 那个整店 装得非常豪华 但是有一个特色 为什么一个特色呢 它有摆个大炉子 大炉子里面 上面可能这边 就有一个 有一个汤的配料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汤的配料拿走的话 或者说你在这个地方 要是取点什么精的话 你必须得行一个仪式 这个仪式本身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 所以大家来以后 立马感觉就是 确实很怪 所以这么一个怪 这么一个点 一下就什么 就创造一个什么概念 创造就是 哎呀 这个东西 后期的话 合作肯定是有 前进大大的 然后我可以赚很多钱 结果它又不由自主的 一个客户 又进入了 你的圈套里面 不由自主 又形成合作了 我说了 标榜效应的话 一个核心点就是什么 找一个什么 创造一种一种什么效应 创造一种什么 表态表态这种作用 让人家去学习你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 找一个 你的合作方的一个 形象代言人 让他们和你的 和你的潜在客户去对话 然后形成合作 实际上我们的标榜效应 有两个目的 这也是我们非常会 通路策略里面的 第四大块 我们先本讲 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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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